我剪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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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灰舞大刀 利若將芋頭葉砍除 讓原本密密麻麻的芋頭田 瞬間變成光凸凸的一片 農民表示 雖然砍掉葉子會連帶生長 不過總比全被打爛來的好 沒來生轉幾個兒 就是芳太來怕 倒去就暖去 所以就要撲掉 撲掉就不倒了 蚵子比較不會漂亮 定型就是這樣的大而已 你如果沒有撲掉 它慢慢一直成長 光合作用都要割這個蝦 撲掉就是蚵子會不會大嗎 對啊 蚵子比較不會大 就定型就這樣而已 不會再大了 對啊 你如果長得一長一長 蚵子就不會大了 但西麥德姆颱風夾帶的 搶進風雨 迎向芋頭收成 因此趕在風勢增強之前 農民趕緊進行防台措施 加快腳步將芋頭的葉子 全部割除 減少受風面積 也避免被強風吹襲倒伏 或是根部翹起裸露 將損害降到最低 四個 八點鐘 八點鐘噴完 兩塊多塊 為什麼要噴頭 紅苔啊 紅苔 對啊 紅苔會倒了 會撬頭 來看一看我們那個 這裡穿上去 我們穿上去 幾天來砍除玉葉 在地方已經成了農村全民運動 大安息沿途灌溉的芋頭田 幾乎全部都被剃光頭 防台準備能做多少算多少 只有農民第一線做好保護 才有品質優良的芋頭供應市場 就王盛宣 台中採訪報導 對avamع cremine civilizations 是不是 為麗雅的芋頭